5.冰雪美 5.冰雪美人 原著莫言 故事正文 我们的镇叫白马镇 很偏远 离城市有一百多公里 这地方虽然偏远 但风景不错 没有工业 空气清新 最近这些年以来 这里也开始发展旅游业 人们春天来看花 夏天来钓鱼 秋天来看红叶 冬天来山里滑雪 镇上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 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滑雪场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没有考上大学 就待在家里 没有事情做 整天和镇上的一些孩子鬼混 我爸爸很着急 怕我学坏了 就想给我找个事情做 我爸爸的弟弟是镇上的大夫 我叫他叔叔 他以前在市里的一家医院工作 现在他退休了 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医院 我爸爸让我到他那里学医 爸爸把我送到叔叔医院的那天 叔叔正在跟我的婶婶吵架 他们看到我们进来了 我婶婶哭着走进里屋去了 房门在他身后响了一声 我心里感到有点害怕 我觉得他们吵架跟我有关系 婶婶可能不喜欢我来学医 叔叔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从口袋里拿出烟 烟不太好 他拿出一支烟 点上火 吸了起来 叔叔吸烟吸得很多 把他的手指都吸成了黑黄色 爸爸拿出十个咸蛋 放在桌子上 说 这是你嫂子做的 你们尝尝 叔叔说 自己家人 还用客气 他的脸色好些了 他拿出一支烟 扔给父亲 父亲去接 没接住 我又马上去接 接住了 给了我父亲 叔叔看着我 说 接得很快吗 我本来想告诉叔叔 我在学校的棒球队 练习过街球 但是我没有说 因为爸爸告诉我 到了叔叔这儿以后 一定要少说话 多做事情 学医不容易 爸爸跟我说了很多次 学医不容易 即使是跟自己的叔叔学 也不行 叔叔是自己家的人 对你还能宽容 可是 婶婶就不行了 他跟我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所以 一切都要听他的 爸爸说 我很早以前在中药店里学医 刚开始的两年 我什么都学不到 我要干很多活 帮助看孩子 打水 扫地 烧火 什么事情都做 你来这儿是学医 一定要少说话 多干活 叔叔的一支烟吸完了 又拿出一支烟吸起来 他说 学点儿什么不好 去做生意嘛 做什么也比学医好 我都干够了 我爸爸说 他叔叔 我和你嫂子 只有这一个孩子 他是你的亲侄子 你和他婶婶 说他 骂他 打他 都没关系 叔叔说 行了 行了 你回去吧 他自己愿意学 就让他在这儿干吧 如果我有儿子 我一定不让他干这个 我叔叔以前是农村医生 他什么病都看 中医 西医 外科 内科 儿科 副科 改革开放以后 叔叔通过考试 到省里的医院 学习了两年 回来后 他就到市里医院工作 成了外科大夫 在市医院 他做过几个成功的大手术 他爱发脾气 是医院 是医院对他没办法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 我叔叔想退休 医院马上同意了 叔叔退休后 就在白马镇上 开了一家小医院 医院非常小 只有两间房子 但是在门口 却挂了一个大牌子 管市大医院 我们家姓管 所以叫管市大医院 由于叔叔以前很有名 镇上的人去市里看病不方便 到市医院看病也很贵 所以来叔叔这儿看病的人很多 在这儿 叔叔大病小病都看 叔叔当医生 婶婶当护士 我婶婶是农村妇女 只上过三年小学 不久以前 他们做了一个大手术 花钱很少 手术做得也很好 叔叔的名声 在农村越来越好了 叔叔的医院 只有两间房子 里面一间是手术室 房间里有一张床 是给病人看病的床 还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几个盘子 盘子里有刀子什么的 房间里还有一个黄色的柜子 柜子里有一些药瓶 这些就是这个管事大医院的全部设备 我到叔叔的医院已经半年多了 在这半年里 我的工作就是扫地 烧水 中午出去买三个盒饭 叔叔 婶婶和我一人一合 叔叔和婶婶 晚上回家睡觉 我睡在医院里看门 我的早饭和晚饭是方便面 有时候叔叔也给我带点吃的 对于医学我也学了一点 叔叔教我认识了几十种常用药 晚上有人来买药 我可以卖给他们 到了冬天 我又多了一件事 生炉子 每天早上 在叔叔和婶婶到医院之前 我就把外屋的炉子生好 叔叔特别能喝水 八磅的热水瓶 每天要喝三瓶 他有一个特别大的茶缸子 他的茶缸子很旧很黑 他特别喜欢他的茶缸子 他让我吸他的烟 但不让我用他的茶缸 我常常想 如果有一天 叔叔把他的茶缸忘在医院里 那我就可以用他的茶缸子喝一次水 尝尝茶缸子里的水是什么味道 但叔叔从来没给我这样的机会 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他的茶缸子 进手术室给人做手术 也要把他拿进去 一天早上 我生好炉子 给叔叔烧开水 我擦了桌子 扫了地 就坐在桌子前吃方便面 屋子外面下着大雪 刮着北风 而屋子里有炉子 很暖和 水壶里的水 很快就开了 冒着热气 水壶好像在唱歌 我听着水壶声 透过玻璃 看着窗外的大雪 街道 房屋 河流 窗外一片白色 我的心里感到空空的 我用布擦了几下窗户 把脸贴到窗子上向外看 我看到一条大黑狗走了过去 这时 我又看到一个妇女 手里提着一个篮子 从河边走过来 我认识她 她姓孟 是一个寡妇 她有一个女儿 叫孟喜喜 是我高中的同学 她家在街上 开了一个鱼头火锅饭馆 饭馆的名字叫孟鱼头 人们习惯叫她孟鱼头 看着孟喜喜的母亲 我想起了学校里的许多事情 孟喜喜的身材像她母亲一样高大 但比她母亲好看 她很漂亮 她的额头很宽 她的额头很宽很亮 她的眉毛很细很长 她的眼睛不太大 但是很明亮 她的嘴也很好看 好像红红的樱桃 她的胸很高 她经常穿着皮鞋 在校园里 在教学楼里 走来走去 她看起来很骄傲 与其他的女同学相比 她太漂亮了 我们的中学很保守 有58条学生规定 学生不准吸烟 不准喝酒 不准化妆 不准烫发 不准穿高跟鞋等等 如果谁违反规定 谁就会受处分 或者被学校开除 我们的年级主任 是个女老师 她的脸很长 看上去很难看 我们都不喜欢她 但是很怕她 在一次大会上 年级主任老师 批评孟喜喜说 有的同学 不像样子 你自己对着镜子看看 还像个学生吗 大家一下子 都看着孟喜喜 孟喜喜好像 一点也不生气 向左看看 向右看看 然后这个老师 然后这个老师对孟喜喜喊起来 我说的就是你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学校 不是酒吧 这时我看到几个女生 悄悄地笑起来 他们显得很高兴 男同学却显得很难受 我也觉得很难受 但孟喜喜却很平静 脸上带着微笑 喜喜还是没什么变化 还是那样在校园里 教学楼里走来走去 我们男同学很愿意看孟喜喜 有很多男同学 故意和孟喜喜说话 还有的男同学 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给他吃 我也从家里拿来葡萄 用一张纸包好 拿到学校 休息的时候 我把葡萄给了孟喜喜 然后我就赶快离开了 要上课了 我回到教室里 同学们正在大声地 喊着跳着 非常乱 孟喜喜摘下葡萄 向男孩子们扔去 男孩们就挤在一起抢葡萄 有时候他自己也吃一颗 我的心里感到酸酸的 我不高兴他把葡萄给同学吃 但也有点高兴 他还是吃了一些我的葡萄 我感到我与他的关系更近了一点 男同学们正在喊叫着 等到年级主任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 大家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年级主任老师站到了孟喜喜的面前 孟喜喜的脸红红的 低声说 对不起 老师问大家 葡萄是谁的 是谁给孟喜喜的 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 我赶忙把头低下了 老师叫了我的名字 让我说是谁给了孟喜喜葡萄 我正要说话的时候 孟喜喜站了起来 她说 葡萄是她的 是我从她手里抢过来的 老师问我 这是真的吗 是她从你手里抢的葡萄吗 我看了一下老师 小声地说 是 我的声音非常低 我自己都听不清楚 葡萄是我给孟喜喜的 不是她抢的 可是 我害怕老师 不敢说真话 我心里觉得 对不起孟喜喜 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 年级主任老师说 街上的发廊 饭馆 章鱼头 鲤鱼头什么的 都是色情行业 大家偷偷地向孟喜喜看去 她的脸色惨白 但是脸上还是出现了微笑 有一天早晨 我跟着孟喜喜一起走进学校 从葡萄这件事以后 我内心感到很惭愧 总想向她解释一下 可是 当我站在她面前的时候 我又说不出话来 而她总是笑一笑 就走开了 在通向教学楼的路上 年级主任站在那儿 样子很厉害 同学们都不敢走上前 谁也不愿意遇见她 只有孟喜喜向她走去 我突然明白了 她是在等孟喜喜 我的脑子里好像烧起了一把火 我听到年级主任老师说 孟喜喜 你站住 我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 我看到孟喜喜在年级主任面前站住了 我看不到孟喜喜的脸 我听到年级主任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过了一会儿 孟喜喜的头突然往前一低 撞在年级主任的嘴上 大家都听到年级主任大叫一声 然后我们看到她用手捂住了嘴 孟喜喜转身往校门口走去 她走路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学校开除了孟喜喜 而我们学生认为是她自己退学的 孟喜喜退学以后 和母亲一起把孟鱼头饭馆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我们经常看到她穿着红旗袍 站在门口接待顾客 她离开学校以后 年级主任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用一些话侮辱孟喜喜 每次我在街上看到孟喜喜 心里就感到难受 我一边想着孟喜喜 一边看着窗外 我看见她的母亲走进了小医院的门口 我看到她那两条胳膊冻得发红 在她的篮子里 我看到了几十个肥大的鱼头 这时我想起了我爸爸的话 当人们对孟鱼头说闲话的时候 我爸爸就说 你们还是少说点吧 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 开着一个这么大的饭馆 不容易啊 他们有钱了 你们不高兴 如果他们没有饭吃 你们就高兴吗 我知道爸爸说得很对 以前我跟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 有几次我想去孟鱼头饭馆吃饭 可是远远地看到美丽的孟喜喜 我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当我看到我那些坏朋友们 对孟喜喜动手动脚 我就赶忙走开了 然后我就跟那些坏朋友们打架 我常常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我也经常骂自己 她是你的老婆吗 她是你的姐妹吗 她不是你的老婆 也不是你的姐姐妹妹 你为什么去管她的事 跟叔叔学医以后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孟喜喜 也很长时间没想她了 我看到她母亲在雪地里 艰难地走着 我才又想起了她 我在想 孟喜喜现在干什么呢 突然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孟喜喜向医院慢慢地走来 她家离叔叔的医院很远 我在想着孟喜喜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 我看到一把黄色的雨伞 向医院走过来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 当她慢慢走近 我看到了雨伞下面的美丽身材 在我们镇上 孟喜喜的身材是最好的 不管她怎样走路 都让人感到她的高贵优雅 孟喜喜越走越近 她的脸也越来越清楚 我知道她会从医院前面 很快走过去 我也知道 当她走过去的时候 我心里会更加痛苦 我猜想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她是不会来敲医院的门的 但是我还是等待着 就在这时 她来到了医院门口 过了一会儿 又过了一会儿 她还没有在窗前出现 天哪 她已经站在了医院的门前 我把脸紧 我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上 真的看到她站在了门前 而且是面向着门 她抬起手 停了一会儿 好像在想什么 随后我就听到了敲门声 我跳过去 赶忙把门打开 她明媚的脸 使我感到眩晕 我的眼睛里 突然涌出了泪水 一股寒气 带着雪花飘进屋里 好像还带有一种幽香 我知道 这是她身上的香水味 她客气地对着我点点头 轻声地问 管大夫在吗 我说不在 我感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 看到她很失望 我赶忙说 我叔叔马上就来 他不会不来的 他肯定会来的 他笑了笑 收起雨伞 跺了几下脚 就进门了 他把雨伞放在门后 脱下黑色的羊绒大衣 然后把门关上 冰冷的世界 被门关在了外面 炉火烧得很旺 炉火烧得很旺 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心里只有甜蜜 幸福和激动 我赶忙把叔叔平时坐的椅子 搬到他面前 但他却坐在病人坐的方凳上 把羊绒大衣放在他的膝盖上 现在我才看清楚 他穿着一条几乎到脚面的白色长裙 裙子的料子很好 看上去十分光滑 他穿着一双白色的皮鞋 头上围着一条白色围巾 他解开围巾说 你们这里真暖和啊 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 也不知道为他做什么 听了他的话 我提起水壶 往炉子里又加了一些煤 我听到他在我的身后问 学得怎么样了 学得不错吧 我不好意思地说 哪里 什么也没学着 你知道的 我很笨 我听到他笑了几声 就马上停住了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的笑声总是很响亮 我抬起头 看他把羊绒大衣和围巾 紧紧地按在肚子上 好像怕被人抢走似的 他的脸色惨白 额头上冒着汗 我赶忙问 你怎么了 病了吗 他说 没什么 我说 你等着 我去叫我叔叔 我冲出门口 刚跑出几十步 就遇上了叔叔和婶婶 我赶忙说 叔叔 快点儿吧 叔叔厌烦地问 怎么了 我说 有病人 叔叔 哼了一声 婶婶问 是谁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是 孟喜喜 叔叔看了我一眼 又哼了一声 说 他能有什么病 婶婶冷冷地说 性病 到了医院门口 我抢在前面 打开门 让叔叔和婶婶先进去 孟喜喜抱着大衣和围巾 站了起来 说了声 管大夫好 叔叔哼了一声 婶婶的眼睛 上上下下地看了看她 然后说 原来是孟小姐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别站着 请坐 请坐 孟喜喜 坐回到方凳上 我看到 她的脸色更加难看 额头上 还在冒着汗 叔叔站在门口 用帽子拍打身上的血 我很着急 婶婶脱去外衣 换上了白大褂 然后去洗她的杯子 湖里的水开了 我说 叔叔 水开了 您泡茶吧 叔叔吸了几口烟 从她的包里 拿出她的大茶缸子 打开她的茶叶桶 把茶叶 倒在她的手心上 然后 又倒在她的茶缸子里 我早就在她旁边等着了 她把茶叶 一放到茶缸里 我就把开水 倒进去了 叔叔 惊奇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点点头 她拿过白大褂 披在身上 把墨水瓶和处方间 拿到面前 就问孟喜喜 哪里不好 孟喜喜移动了一下凳子 把身体转过来 与叔叔面对面地坐着 刚要说话 门外传来了哭叫声 管大夫 管大夫 快救救我娘吧 随着哭叫声 门被撞开了 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肥胖妇女 一下子冲了进来 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她是镇上的孙妻姑 叔叔拍了一下桌子 厌烦地说 你叫什么 你娘怎么了 孙妻姑说 阿娘不好了啦 叔叔问 怎么了 孙妻姑又大声喊起来 呕吐 肚子疼 那两个弟弟 一点也不管阿娘 叔叔说 抬来吧 我可不出去看病 孙妻姑说 就来了 我先来告诉你一下 这时 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 疼死了 亲娘啊 疼死了 孙妻姑的两个弟弟 用一块门板把她们的母亲抬到医院门前放在雪地上 她们的母亲身材瘦长 头发花白 头发花白不停地坐起来倒下 起来倒下 她的儿子站在旁边看着 叔叔叔大声地说 叔叔大声地说 放在外边干什么 孙妻姑的两个弟弟想把门板抬进来 可是怎么也抬不进来 叔叔说 放下门板抬人 两个弟弟 一个抱着腿 一个抱着头 终于把她们的母亲抬到了病床上 叔叔喝了几口茶水 就开始给她看病 这个老女人喊叫着 疼死了 疼死了 叔叔用手摸摸老女人的肚皮 死不了 你这是蓝尾炎 孙妻姑着急地问 能治好吗 叔叔说 开一刀就好了 孙妻姑的大弟弟问 要多少钱 叔叔说 五百块钱 孙妻姑的二弟弟接着说 五百 叔叔说 治不治 不治赶快把人抬走 孙妻姑赶忙说 治治治治 管大夫 开刀吧 钱好说 他们不付钱 我付 他狠狠地看着两个弟弟 说 我们就一个娘 钱花了还能挣 娘没了 就找不回来了 叔叔对婶婶说 准备做手术 婶婶一边洗着手 一边说 这样的手术 到了市里的医院 你们得花三千块 叔叔又喝了半缸子水 对孟喜喜点点头 然后就洗手 孟喜喜好像想说什么 但什么也没说 手术室里 先是传出了大声的喊叫 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 孙家的两个儿子 蹲在炉子旁边 不停地吸烟 屋子里的味道很难闻 梦喜喜的样子 十分痛苦 但他的身体 还是坐得很直 只是两只手 不停地动着 一会儿按着大衣和围巾 一会儿又松开 我关心地问他 你疼吗 他先是点头 然后又摇头 我看见了 他眼睛里的泪水 我难过极了 我听到他小声说 求你了 把门打开 我拉开门 雪花和寒风飘了进来 梦喜喜张开嘴 呼吸着新鲜空气 我把自己泡方便面的碗洗了洗 到了半碗开水 端给梦喜喜 说喝点水 喝点水吧 他摇摇头 艰难地笑了一下 低声说 谢谢 我一会儿听听里边 一会儿从门缝 往里屋看看 十分着急 心里想着 叔叔快点把手术做完 快点给梦喜喜看病 手术终于做完了 婶婶也走出来了 厌烦地对孙家的姐弟说 抬走 抬走 下午把钱送过来 他们终于走了 叔叔叔换了衣服 吸了烟 喝够了茶水 准备为梦喜喜看病 这时候 一个高大的男人突然撞进来了 他双手捂着脸 他喊叫着 救救我吧 管大夫 叔叔问 怎么了 那人把手拿开 他满脸是血 一只眼球挂着 他又赶忙 把脸捂上 好像怕别人看见似的 我认出他来了 他叫马葵 他是做烟花爆竹的 他一边哭一边说 今天真倒霉 我想在下雪天做实验 没想到 把我的眼睛炸了 叔叔狠狠地说 活该 马葵哭喊着说 救救我吧 我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 叔叔说 这与你的老娘有什么关系 然后很快地站起来 去洗手 婶婶把马葵 扶进了手术室 叔叔也进去了 他又没给孟喜喜看病 我心里对叔叔很不满意 我觉得叔叔好像是故意不给孟喜喜看病 他是完全有时间给孟喜喜看病的 孟喜喜看出来了 当我看着他 当我看着他时 他向我摇摇头 好像在告诉我 他理解我叔叔 我换了一碗热水让他喝 他摇摇头 我让他到里面的床上去躺一下 他还是摇摇头 马葵在手术室里不停地叫喊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该去买盒饭了 但今天我心里很乱 一点也不饿 我问孟喜喜 你饿吗 我去买个盒饭给你吃 他还是轻轻地摇摇头 我看到他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汗水 脸色发黄 嘴唇发青 那双明亮的眼睛 也变得暗淡了 在我的记忆里 他永远神采飞扬 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永远清脆嘹亮 可现在他却这样无声痛苦地笑着 他只能这样轻轻地摇头 外面的大雪 外面的大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风也小了许多 太阳出来了 我们的房间里一片明亮 我对他说 雪停了 太阳出来了 他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更没有回答 我突然发现 他的脸变得像冰一样的透明 我大喊一声 洗洗 他没有一点反应 我跑上去 拍拍他的肩头 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然后 他的头倒向了一边 我撞开手术室的门 大声地喊着 叔叔 叔叔 叔叔厌烦地问 喊什么 梦洗洗他 大概是死了 我说着 哭了出来 叔叔赶快冲了出来 跪在梦洗洗面前 看看他的鼻息 摸摸他的脉 看了他的眼睫 叔叔给他注射了强心针 叔叔用拳头猛击他的心脏 叔叔用电线触击他的心脏 最后 叔叔沮丧地站起来 你没有想法 你没有想法